这台车就是目前您的买到 牛背跑得最快的SUV 奥迪RS2吧 一台和兰姆基尼乌尔斯 有着90%以上像素 但是只卖它半家的顶级SUV 但是这个顶级可能打个引号 是性能顶级 和上一期的RS7相比 它可能会显得更加超值一点 因为它不仅和乌尔斯之间的关系 会更加紧密 而且它们的差价更大 来到了150万元 所以这台SQ8究竟有什么卖点呢 先看相同点 这两台车大抵都是台4.0升的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8AT 然后都是4G 而且SQ8还多了一个后桥线滑差速器 所以相对来说 SQ8开起来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 同样是中大型轿跑SUV 只不过呢 兰博基尼乌尔斯的设计可能会更加激进一点 毕竟人家是兰博基尼 而SQ8相对来说会低调一点 如果除去这23吨人骨加上失活塞的探讨法 很多人看照片可能以为这样是一辆Q3而已 毕竟一个是超豪华的入门 而另一个呢是豪华的顶级 至于内饰设计 如果你细究的话 两者其实上也是一样的 因为兰博基尼乌尔斯用的就是奥迪的MMI 包括这三块屏幕 包括显得多的按键 跟奥迪A6甚至都是通用的 只不过呢 兰博基尼的UI会不一样 而且乌尔斯在挡霸区的设计 会更加战斗一点 有点像战斗机坐舱的感觉 至于SQ8呢 它的设计就是奥迪的家族式设计 看来确实没有太多机型 当然更重要是 它们的方法盘其实上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logo以外 而且S还多了一个S按键 以及这个阿根塔尔材质 所以如果你闭着眼睛摸 这辆车可能会更加运动一点 所以这150万 你可能真的是在买兰博基尼的车标 可能还有系列动力的提升 以及更加技能外观和内饰设计而已 毕竟同底盘同公司 大家确实都是亲兄弟 说到底这两台车 可能都是赛道版的土瑞 不过我还想吐槽一下 这都是台若迪接近200万的顶配版Q8了 但是为什么 还有两个按键空在那边 而且这不是因为这台试驾车的配置不够 是因为它确实选不了 就是空在那边 如果车主是个强迫人 真的很难受 不过有一说 这Q8后备箱空间是真的大 完全感觉不出来 这是在轿跑SUV 这台SQ8开起来感觉 其实跟RS7基本是完全相同的 毕竟两台车的动力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SUV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慢一点 因为这样的SQ8呢 比RS7大概多了有300公斤 它的车路枪已经达到了2.4吨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数据了 给我感觉就是它的体感加速没有RS7这么的快 特别是如果你在静态起步情况下呢 这辆车动力迟值会更加明显一点 可能到了4000之后 它才能把你推出去 而且整个车的抬头效果会更加明显 因为它的分阻可能会更加大一些 但是如果在滚动起步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辆车车基本是完全相同的 毕竟一旦到了5000转 600匹马力爆发之后呢 等车夸去啊 这台车就把你推了出去 真的是不服就崩谁啊 当然除了特斯拉屁板以外 但是这辆RSQ8为什么能坐到 纽北最快SUV的宝座呢 其然我觉得动力可能第一要素 但是这个级别车型动力好像都差不太多吧 600匹800牛米嘛 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它一个硬件条件 这辆车的硬件条件真的非常优秀 我觉得几乎已经到顶的感觉吧 它有什么呢 有空出悬挂 有机械式的Quarture 在后桥的线滑差速器 还有一个黑客机就是主动黄金杆 我之前可能是在保尔街卡业 还要包括像阿苏玛林吉兵 听到我这个技术 我们样的SQ8也有 一般来说防轻杆就是一根杆子 然后硬链接在你的后脚上 可以帮助车辆获得一个更小的侧倾 那主动防轻杆呢 顾名次第就是它可以主动调节 比如说你在赛道上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它可以通过防轻杆 让车辆获得一个更小的一个侧倾 增加你的入弯速度和出弯速度 获得更好的弯速嘛 那比如说在日常性质中它也有用 我现在在开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通过这个防轻杆来让车辆获得一个更小的晃动幅度 通常提升你的舒适性 所以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怎么可以开得这么的稳 虽然说不像S7在那个快速变道的时候 可以获得一个平易的效果 但这辆车比如说像它变道 也真的很稳的感觉啊 这感觉是 这并不是台中大型SUV 而是一台运动取商的轿车 开一点 我觉得这辆车的方案盘手感 好像比S7会稍微来得重美一点 它的给我感觉就是一台真正的运动型车的感觉 不过呢我觉得这辆车的排气声音 好像没有S7来得这么的炸裂 虽然说如果你踩到高转之后两者是一样的 但是比如说现在低速收油 就S7会有很明显的回火声音 但这辆车呢就很微弱 我也看了一下这辆车车的排气呢 虽然说你看它的尾嘴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椭圆性 但是你探紧去就会发现 它们俩应该是不一样的 就是S7你是可以看到那个阀门的 但是SQ8呢你是看不到的 对如果和烏尔斯相比呢 这辆车的排气声音肯定会更加差一点 毕竟人家可是像蓝魔镜一样 所以在这150万的差价里面呢 我觉得肯定有钱是去买条蓝魔镜的排气吧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买SQ8呢 回去之后最好改下排气 所以SQ8和S7一样都是一台开起来 平常代步非常舒适非常安逸的豪华车 但是如果你有天想要点激情的话 按下这个S按键 它就是给你带来无限的激情啊 其实到了这个级别性能车 很多人买它就是为了讲用 基本不会下赛道 你想这台SQ8呢 在SUV的性能界已经到顶了 但是它的纽北圈速成绩 可能就比思域台8快那么一点点吧 和小车相比 SUV的大声声确实太吃亏了 所以很多人就想买一台日常开着舒适 然后偶尔能给他们带来驾驶知性的车 我开这台SQ8的时候呢 基本都是一个舒适模式在开 并没有很想开快它的欲望 特别是在高速上打开ACC 听着Biano的音响 这确实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Q感觉可能开一台普通版的Q8 或者开一台Q7完全没有区别 不过呢 一旦有了合适的道路 按下那个RS按键 这台车呢 就可以给你带来无限的驾驶激情 我想这就是RS的魅力吧 可以随意切换的感觉 所以最后我想说一句 RS牛逼 既然让你带来 既然有一些天 这些平衡在海里 这些平衡下来 这些平衡在国际上 无限的 没有问题 不过 这些平衡 这些平衡 我